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小雪评测 这一池弹道啊 各位 小尺寸的2K屏一直有很多小伙伴在关注 那么今天测试的主角是雷神的LQ25F240L 24.5英寸2K240Hz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表现究竟如何 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屏幕正面为三边微边框 底部印有雷神的logo 背面延续了银翼系列的设计风格 左下角有一枚五项摇杆按键 支架支持升降 抚养 垂直和水平旋转 接口方式在背面的下方 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 两个DP接口 两个HDMI接口以及音频接口 雷神并没有为其配备USB接口 DP接口为1.4的规格 连接PC可以支持到2K240Hz8bit全范围 HDMI接口为2.0 不只是FRL协议 连接PC只能支持到2K144Hz的8bit 雷神LQ25F支持4K映射 连接XBOS主机可以支持除去4K120Hz 和独比世界以外的所有游戏和视频内容 连接PS5可以支持4K60Hz以及2K120Hz 支持HDR 颜色格式为422 使用MacBook Pro16连接 最高可以支持到4K60Hz 以及2K48-240Hz的可变刷新率 支持HDR但不只是High DPI 所谓颜色方面 1080p120Hz的信号下为6毫秒 接着我们来看屏幕的观感 以及色态方面的表现 出场默认为标准模式 通过肉眼实际观测 画面清晰细腻 颜色也没有出现过饱和 实测为KSF背光 蓝光波峰在457nm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10.52% 属于硬件低蓝光 SRGB的色域容积额129.47% 排名色域天体榜的第103名 菜单中提供了SRGB和P3 两个色域缩线 SRGB模式下色域覆盖率为96.4% 平均色差1.49% 最大色差3.19% P3模式下色域覆盖率为94.1% 平均色差1.37% 最大色差2.94% 两个色域空间缩线做的都还算不错 没有明显的色差 字句显示方面 字体和图标都没有明显的毛质感和彩边 像素排列为标准的RGB 使像素形态为鱼鳞状 色温方面出场默认为6446K 菜单中还提供了自然以及冷色的调节选项 实测自然模式为6967K 冷色为8242K 交换到尾色图 整体色温分布较为均匀 蓝色区域在6800K到7000K左右 边缘一圈绿色在7000K以上 亮度方面 SDR模式下的最高亮度为420nit 排名在SDR亮度天体榜的第61名 静态对比度为1187比1 排名对比度天体榜的第64名 使用15和25公格测试它的均匀度我们可以看到 中心差值分别为17%和19% 亮度均匀度表现一般 我们以15公格为准 它排名天体榜的第142名 HDR模式下的亮度略低于SDR 最高只有396nit 排名在HDR亮度天体榜的第118名 HDR静态对比度为1210比1 排名HDR亮度天体榜的第60名 交换到黑场通过3D ISO图像观察它的漏光表现 漏光主要集中在屏幕的左侧区域 最高为0.25nit 可视角度方面 使用视角成像仪生成雷达图 整体呈现IPS典型的十字型分布 中间红色区域为最佳视角范围 平均为20度左右 在IPS面板中属于中等的水平 平散测试方面 雷神LQ25F无论是SDR还是HDR 它都是DC的调光 接着我们来看它HDR观影和游戏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来看下决定了HDR观感的EOTF 菜单中预设了HDR标准 电影 RTS和FPS四种模式 通过仪器测试 这四种模式都是同一种曲线调校 由于IPS的黑场无法降到0 因此从标准的0尼特起步调整为0.1尼特 在20-40的灰阶贴合标准的PQ 45-100的灰阶进行大幅度的压缩处理 这样的调校可以避免高光细节出现过曝 但同时也牺牲了大量的高光亮度 使用松下的UV9000配合完美清除蓝光盘可以看到 太阳的轮廓非常清晰 使用成像色透剂生成尾色图 HDR标准模式下亮度最高 实测为275尼特 其次是电影模式250尼特 FPS模式226尼特 最低则是RTS模式为200尼特 在岩浆等黑场画面中 整体的暗部细节表现不错 没有出现明显的细节丢失 在色彩界面等过路场景 也没有出现颜色断层 HDR游戏方面的表现和观影基本一致 画面的亮度观感表现一般 暗部细节表现不错 游戏中的天空等界面场景 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色彩断层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雷神LQ25F的响应速度 和游戏的实际表现 首先是灰阶响应速度 菜单中提供了关闭 正常快和超快这四个档位 实际用仪器测试 关闭模式下6.38毫秒 正常模式5.72毫秒 这两个档位没有过充现象 快模式下4.59毫秒 平均过充0.15% 最大过充为2.8% 超快模式下5.38毫秒 平均过充11.71% 最大过充55.05% 在这个档位下有非常明显的鬼影 属于是不可用的状态 因此我们以快模式的最佳档位为准 它排名在灰阶响应速度 天地板的第53名 运动响应时间方面 在240Hz的刷新率下 BET为4.56毫秒 排名运动响应时间 天地板的第21名 类似LQ25F配备了游戏辅助工具 首先是按部增强功能 总共有0-100G的调节 调到最高之后 画面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发挥现象 在当中还提供了虚拟准新 一共有6种样式调节 接着我们来拆机 来看它的内部结构 拆开后盖就能看到它的驱动板 由加润员制造 主控芯片为联发哥的MT9800 我们再来看它的面板 使用的是京东方的DV245QHB-N30 通过面板的贴纸信息可以得出 类称LQ25F240 属于第三方后组背光 最后我们来对它进行优缺点的总结 我们先来说一下它的优点 拥有全球首款24.5英寸 2K240Hz的显示器 响应速度和脱影的表现不错 并且支持硬件地蓝光 支持4K映射 连接主机也有不错的兼容镜表现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它的缺点 使用的是第三方后组背光 亮度均匀度表现一般 其次就是HDR 亮度偏低和SDR画面没有拉开差距 还有很大的调节空间 好了以上就雷神LQ25F240L的全部测试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